一起学习2019年征集最后一个综合期 同控的 我们考同控的题目并不是很多 这道题还是比较典型的 我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他说甲公司相关年度发生了交易和事项炉价 读完头了先读尾 其他有关资料 第一合并日 他也在暗示你我是同控 丙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中资产附带的账面价值 与其在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相同 没差异 第二甲公司和丙公司均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我再说一遍 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是在个别报表中完成的 是按人家的账面净利润提的 人家提多少 你端而过来用多少 一分都不能挑 不计提任意盈余公积 第三本级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考虑所得税吗 不用考虑 不用确认提案 考虑增值税吗 不用 在抵消内部债权债务时 我抵的是受奖 别说了 我们看一下要求 根据资料一 判断假公司合并丙公司的类型 那无外乎就是瞳孔和非瞳孔 说明理由 那么计算假公司对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还要编制合并日 假公司合并丙公司的抵消分路 合并日几项工作 一项 啥 比权一 没了 只不过同工要恢复留存收益的份额 对吧 我们看口二一 2058年1月1日假公司已发行四千万股 普通股每股面值一元为代价 啥都先不说 我是不是代股本永远反映面值 四千万 对 然后往下看 从控股股东乙公司处购买其所知 丙公司70%的股权 脑补一下也就意味着原来乙公司下边有个甲 下边有个丙 现在乙公司下边个甲 甲下边有个丙 我持有丙70%的股权 甲叫合并方 丙叫被合并方 您没意见吧 什么控 同控 在合并前甲丙均受乙公司的什么控制 所以甲公司从库股股东处购买丙公司70%的股权 而且能够对丙公司实施控制 所以该项合并是同级控制下企业合并 给个理由 甲公司和丙公司合并前后均受乙公司控制 并非暂时的 没发现这句话非常眼熟吗 第26章企业合并的内容 我让您背下来的 所以甲公司取得丙公司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瞳孔啥规矩 你的肠头跟你付出的代价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是看被合并方 所有者权益 同以你对他的持股比例来确认你的肠头 往下看 当日甲公司所发行股份的供允价值 每股七元 没用 瞳孔一切以账面价值去说话 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是两万二 那现在就一个问题 这两万二能不能用 因为这说了一句话 合并日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其在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账面价值相同 说明是我个别报表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就是我合并报表承认的所有者权益 这两万二是不是就能用了 对 那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就是两万二乘以百分之七十 本来可能要加上商誉 现在没给 那我长头就是15400 到底出差额 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11400 接着往下看 他说股本是2000 资本攻击8000 盈余攻击8000 未分配令人4000 另外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中介机构费用1000 不论是同款还是非同款 你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都记哪 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1000 但银行存款1000 甲公司当日对丙公司董事会进行改选 改选以后能够控制丙公司相关活动 我是不是踏踏实实的把2058年1月1日称之为合并日 对 好像咱们还有没有做完的题目 类型理由说完了 计算甲公司对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定要注意 适用相对于最终控制方持续计算净资产的份额 只不过这回 我以公司合并抱抱承认的所有者权益 跟你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相等 同意持股比例70% 本来要加上最终控制方买你形成的商业 没有 那就是22000×70%和15400 有人说老师这段文字我不会写 我考试是不是就可以写成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等于22000×70%等于15400 肯定可以 他不会扣你分的 到这儿 括号一 是不是就结束了 没有 他让你编和平日的解消分路 是不是这儿要用的是子公司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所有的数都是一支的 借股本2000 资本公积8000 盈余公积8000 未分配利润4000 算完的账面所有者权益2万2 带唐七股权投资 你个别报本15400 抓的和平报本是不是也是15400 带少数股东权益2万2 我持股70% 少数股东持股30% 所以这儿带少数股东权益6600 这回有了吗 还没结束 您做这笔分路是不是等于把子公司 丙公司的流产收益全额抵掉了 对我要把属于我的70%的份额给他恢复 恢复一个8000的70% 恢复一个4000的70% 一个是5600 一个是2800 借方充减母公司的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因为他啥都没说 我就默认为够充减 合并日做这笔分路 以后买个资产负债表日也做这笔分路 而且金额不变 为什么从合并日后的数字 我们不再恢复 因为合并日后 子公司的收入费用 都已经放在合并工作机稿 自动会影响你的流产收益 不用再额外恢复 我只恢复合并日前 到我们处于同一个集团 这一段的流产收益 如果他啥都没说 我只能默认为 这部分流产收益 就是处于我们合并方 被合并方处于同一集团 到合并日这段的流产收益 我直接恢复就可以了 永远保持金额不变 好 括号一就在完事了 括号二 拿眼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内部交易 一个是关于谁的 一个是关于存货的 一个是关于谁的 无形资产的 先放过他 咱们往下看 括号三 2058年度 丙公司实现净利润3000万 因持有金融资产 确认其他中额收益600 有人说老师这是增加还是减少 啥都没说默认为增加 如果他要说确认其他中额收益 负600 代表减少其他中额收益 至2058年12月31日 丙公司账面所有者权益25600 股本2000没变 私本公积8000没变 其他中额收益 这增加个600 盈余公积本来是多少 2058年月一日是8000 我这按照账面净利润的 10%提一个300 不就变成了8300吗 而未分配利润最初是4000 加上你实现的净利润3000 减去你提取的300的盈余公积 不就得到6700吗 初笛老师很仁慈 给了你数值 没给您老人家也必须会算 要求二 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甲公司205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相关的调整和抵消分路 慢点 这是什么控 同控 几步 四步 成本法 转权益法 调整后的成头 比权益 低损益 我们把内部交易放在最后 给大家抵消 那是不是可以先把这四步 给他写完了 对 因为我是2058年1月1日是和平日 我所有的数据是不是正好是一年的 没错 所以在这儿 经利润3000 其他综合收益600 没有其他的吧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借长期股权投资3000的70% 2100 代投资收益21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这是补第几个女朋友 第三个 600的70% 420 代其他综合收益420 第一步是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第二步是不是就可以算调整后的长头了 对 我个别报表形成的长头是多少 在这儿 22000的70% 15400 这个数在个别报表 除非额外追加投资或收回投资 这个成本法的长头 15400 是不是永远保持不变 我从个别报表抓过来的 成本法的长头是15400 不第二个女朋友加上2100 不第三个女朋友加上420 有第四个女朋友吗 没有 三步变成两步 一条是分红 没有说分红 那我调整好的长头是17920 第三步是我们传说中的底权益 现在这是什么 同控 同控一切是以账面所有者权益来进行 我子公司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站在2058年12月30一致的角度 所有的数据是一致的 股本2000 资本公积8000 其他综合收益600 盈利公积8300 未分配利润是6700 那么我把这些都写完了 我账面所有者权益是25600 因为这给了账面所有者权益25600 好了 那我代方的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就是第二步 调整后的长头17920 对 代方少数股东权益是25600 乘以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30% 得到少数股东权益7680 没错 这是底权益 马上想到底权益完了 我们要恢复 子公司的留存收益当中属于我的份额 此时他的盈余攻击已经变成8300了 未分配利润变成6700了 能用这两个数字 不等 只能用合并日的数字 合并日的数字是8000的70% 4000的70% 每年编分路永远保持不变 8000的70%的5600 4000的70%的2800 借资本公积8400 这笔分路不能给我丢了 往下说 抵权益完了 下一步不就是抵损益吗 年初未分配利润站在我们这道题的角度 是不是208年1月1日 也就是合并日的未分配利润4000是一致的 抵损益的分路不就是把子公司的利润分配的痕迹全都抹掉吗 好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4000 因为这是同控 我只能用账面净利润3000乘以70% 得到什么 投资收益 3000乘以30%得到少住股东随意900 代方 此公司分红 没有 只提了个盈余公积3000的10% 我还是那句话 人家提取盈余公积 是在人家的个别报本中完成的 是用人家的账面净利润算出来的 你绝对不能调 不能给我用调整的净利润去算 那么没有分红 所以年末未分配利润6700 就跟底权一借方的年末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一样的数字 对 到这四步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没有 他不还有内部交易吗 咱们这回翻回头再看他的内部交易 208年3月10日 假公司将其生产的成本为600的商品 以800万的价格出售给饼公司 慢点 我假持有你饼70%的股权 我把东西卖给你 这叫什么流 顺流 顺流用不用调少数股东权 一少数股东随 不用 我给你的最晚时间是到208年12月31日 饼公司自假公司购入的商品 以对外售出去40% 我抵消的是什么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你有多少没卖 60% 这就是我要抵消的 600的东西加下来800 有60%没卖 第一步抵消掉内部 销售收入 借营业收入800 带营业成本800 第二步借营业成本 带存货 是用家的这个价乘 以未售出的比例 已消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这道题没有考虑所得税 如果考虑所得税了 再额外做一笔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120乘以25得30 但所得税费用30 这道题是顺流交易 如果是逆流交易 再给我补一个 借少数股东权益 但少数股东随益 是120减30之后 等于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30%到27 这两笔分路 第一 他没有告诉我所得税税率 不用做 第二笔 他是顺流交易 不用做 是不是初提老师把这道题简化了 没错 就整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边的内容 2058年7月2日 我为啥把这日期涂航了 无形资产的买卖从当月提折旧 当月开始摊销 2058年摊半年 假公司以1800万元的价格 将一项专利技术转让给饼公司 有没有发现还是顺流交易 对 该专利技术的成本是1200 以摊销120 那账面价值是1080 我把1080的无形资产 加价到1800 卖给了子公司 我这边是不是赚了720 我就会带资产处置损益 720 对 为具体简直准备 丙公司将受让的非专利技术 用于内部管理 无形资产增 摊销增 无形资产减 摊销减 而且摊销对应的是管理费用 原预计使用10年 一使用一年 预计上科省9年 净摊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摊销 我首先不承认 这卖赚的720 其次上科省年限9年 我2058年摊半年 别错了 所以我的分路 你本来是带资产处置损益720 我不承认 我就借资产处置损益 错了 会计科目叫资产处置损益 报表项目叫资产处置收益720 代方是无形资产720 无形资产减了 摊销跟着减少 冲减 无形资产对应的累计摊销 720 这除以上科省年限9年 别忘了7月2日的交易日 当年谈半年 除以2到4时 因为他说内部管理使用 所以这就是管理费4时 结束了吗 没有 我们还差一段文字 至2058年12月31日 丙公司尚未支付上述交易的款项 两项交易 一个是存货 一个是无形资产 都是假卖给饼 站在假的角度来讲 假应该收到两部分钱 一个是卖存货的钱 因为这道题不考虑增值税 不考虑所得税 我们是不是应该收到的钱 只是售价800 我们收到的钱 只是售价1800 加其实2600 因为他不考虑增值税 假公司的占领在一年以内的 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应收账款 按照余额的5% 计题坏账准备 说明你肯定有一个130的坏账准备 那是不是要抵消应收账款 2600 抵消坏账准备130 对 别错了 所以在这 借应付账款2600 带应收账款2600 借应收账款代替坏账准备130 带信用减值损失130 结束了吗 没有 如果你曾经在个别报表 确认了地研所得税资产 就把地研所得税资产 130的25%给我转回 借所得税费用130的25% 没了 这就是这块内容 初笛老师并没有打算放过去 他往后补了一个内容 秉公司20某8年的业务完了 该20某9年的业务 第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是1000万 当时我的账面所有者权益是25600 您还记得这个数字吧 如果你又实现了1000万 是不是就变成了26600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对 其他综合收益未发生变化 初笛老师很仁慈 他给了你20某9年3月31日 秉公司的账面所有者权益26600 股本2000没有发生变化 资本公积8000没有发生变化 其他综合收益是2058年增加的 盈于公积还是去年的数8300 我们是年底提盈于公积 不可能在第一季度提 是不是增加的1000 都给他加在未分配利润 是6700加1000变成7000 对 2059年4月1日 第一季度的次日 假公司支付14600万元 自外部独立第三方购买 所知比公司30%的股权 慢点 我最早在2058年1月1日的时候 我从母公司手里买了70% 而在2059年4月1日 我又从别人手里买了30% 至此 我持有丙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成100% 是从什么时候 是2059年4月1日 但你要小心 在买70%的时候 我已经达到控制了 那在买30%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传说中的买一点呀 对 给专业名词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买一点 是不是要考虑赚了还是赔了 对 他说从而使秉公司成为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假公司另向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支付费用300 如果是同伙和非同伙 这300是不是借管理费用 在银行存款300 对 但是现在是传说中的买一点 买一点个别报表 还记得不记得是公允价值 加相关税费 14600加上300都要反映在厂头里面 要求三 根据资料五 判断假公司2059年4月购买饼公司30%股权的性质 说专业术语 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计算对饼公司30%股权在个别报表中应确认的金额14600加300 不形成合并的账务处理 原则处理 不就是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吗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录 首先 假公司2019年4月购买饼公司30%的股权属于权益性交易 准确的说叫购买子公司的少数股权 因为我原来持股70% 能够对饼公司实施控制 后来在取得控制权之后 进一步购买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所以属于权益性交易 那在个别报表中 饼公司股权应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 一定是公允价值加相关税费 14600加300等于14900 用说不对啊 你同控制300不是计管理费用 在你达到控制那一点发生的相关费用 计管理费用 以后发生的相关费用是要加在成头里边的 别错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14900 用写明信课 不用75%又买了30% 还是成本法懒人法 没有明细科目 但银行存款14900 大家要错就错在这儿 然后要求四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假公司购买 饼公司30%股权时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的调整抵消分顾 是不是我首先知道 2019年第一季度实现了净利润多少 一千这一千我要三补一条 补一下对吧 您千万别忘了 站在合并报本的角度来讲 这叫买一点 用你买一点 花的钱14900 跟你2059年4月1日 这回不能叫可别人净大公益价值 应该叫账面所有者权益乘以买一点的30%的比例去比 怎么比啊 不就是用我们所谓的14900跟你209年第一季度的账面所有者权益 买一点30%的比例去比 我们可以算一下 也就是26600等一30%是7980 我花14900买了个价值7980的股权 我吃亏了 我吃了多少亏 6920 能算上欲吗 第一 因为它是同共 不能算上欲 第二 即使它是非同共 我买一点吃亏了 是不是也要充填资本公积 没错 所以在这就会有个借资本公积6920 代堂期股权投资6920 同控您老人家最容易遗忘的分路 是这笔分路 接下来往下说 是不是我接下来就应该是编制成本法转权义法 对 成本法转权义法 是不是首先要把第一年的分路逐个交代一下 没错 咱们往前翻一下 站在2058年的角度 以成本法转权义法 这有个3000的70% 2100 这有一个600的70% 420 你要在第二年交代的时候 是不是借长头2100 代投资收益换成未分配力 恒杠年初或者说年初未分配力是2100 然后因为长头还在正常写420 代其他综合收益420 我这么说你福气吧 对呀 这两笔分路在2059年是自动要编的 所以在这就会有一个借长头3000的72100% 代年初未分配力是2100 借长头600的70% 420 代其他综合收益420 我刚才口述的两笔分路是交代第一年 我第二年不还实现了第一季度的净利润1000吗 那我要在借长头1000的70%到700 2100加700不得2800吗 代投资收益700 那我想问的是 调整完了长头之后 我调整后的长头是多少钱 我是不是可以用20某8年调整后的长头 我们在这有数不往前翻了 是17920 加上第二年三步一条 是18620 有人说18620怎么跟这的长头不一样 您糊涂了 您个别报表是不是买了一个30%的股权 个别报表的长头多了一个14900 对不要在这犯错误 那也就是说这要加上14900 有人说这回总对吧 咱们看一下 18620加上14900算完是33520 跟这266500还差一个数 您记得不记得 您买一点这充减了长头6920 对我们再减据6920这回看一下 也就是33520减据6920算完了 这回是对的 26600 有人说这怎么有少数股东权益 您糊涂了 您原来70%又买了30% 那你不又是100%吗 100%还会有少数股东权益 没了 这些数是不是应该是20某9年4月1日 子公司的账面所有的权益啊 一共是26600是已知的 借股本2000资本公积8000 其他中央收益600 盈余公积8300年末未分配利润 6700加1000不得7700吗 这是抵权益 抵损 抵损益年初未分配利润是6700 因为是20某9年1月1日 准确的说20某8年12月31日的 年初未分配利润6700 投资收益 这儿你是从20某9年4月1日往后 才吃过百分之百 在4月1日之前你只吃过百分之七十 所以你只能给我乘以百分之七十算投资收益 只能给我乘以百分之三十算少数股东损益 代方年末未分配利润就是他给定了7700 因为只是第一季度末 没有提取盈余公积 没有分红 这块分路就不再单说了 结束了吗 本来结束了 但是您千万别忘了 合并日 留存收益恢复的金额 八千的百分之七十 四千的百分之七十 恢复盈余公积位分配利润 借方式资本公积 充钱母公司的议价就可以了 有人说我现在已经持股百分之百了 为什么这还恢复百分之七十 您糊涂了 您是从20某9年4月持股百分之百 而您恢复的是合并日以前处于同意集团 这一段的留存收益份额 你只持股百分之七十 所以这儿的数字永远跟合并日保质不变 大家最容易错的是这儿 这儿很多人觉得我应该乘以百分之百 就没有少数股东损益了 不对 因为在4月1日之后 你持股百分之百 4月1日之前 这一千是4月1日之前挣的 你只享有百分之三十 该给人家的给人家 好 那么这一道题我就讲完了 也就意味着到现在为止 2019年这套完完整整的真题 我就讲完了 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个综合题 它是同控 而且里边有买一点的帐户处理 我们考试是考同控的不多 各个几年才会考一次同控 所以2019年的第二个综合题 大家一定要重点掌握 那好 2019年的真题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